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 32位元的加法器什么做 我们刚做了4位元嘛 但是4位元的加法器 它的范围只有复发到正期 这个范围在实物上是不能接受的 4位元根本没用 所以呢 我们要来做出32位元的加法器 我们现在还在加法 并不是像刚刚一样跑到惩罚 虽然我们出了那个题目 请你把先施先拉回加法上面 我们希望做一个范围大很多的加法器 就32位元的加法器 32位元的加法器它的范围 如果是有号数的话 是可以从-2G到正2G-1 2G就很大 所以这个我们可以利用8个4位元的加法器 串接起来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32位元的加法器 那串接就很容易了 因为你看我先把这个定义出来 32位元加法器的模组定义出来 然后我的输入有A、B 然后输出呢 是上 那有进位输入和进位输出 那这个是32位元加法器的模组 那接下来呢 你可以看到我们定义了7个进位 为什么是7个 应该是8个进位 7到0 8个进位 为什么因为它要去承接那个8个4位元加法器中间的进位 它要去把它串起来 所以我们定义了8个进位的线 然后呢我每一个都用4位元的加法器去串 每一个都用4位元加法器去串 总共从A0串到A7 总共8个 然后A0呢就是串最小的4位 再来A1呢是串4到7 A2是串8到11 A3是串12到15 A4是串16到19 A5是串20到23 A6是串24到27 A7是串28到31 到31结束 所以呢 透过这样排列起来 我们就可以完成这整个32位元加法器的模组 其实很简单 只要你逻辑正确 是很容易设计 那接下来我们就有了这个模组之后 我们就可以写一个完整的程式来测试 32位元加法器是不是正确 那因为我们已经从全加器开始一直都 都到4位元加法器 再都到32位元加法器 所以我们的程式会越来越长 那这些程式都是原本就有的 那只有这个32位元的部分 是用4位元的串起来 好 最后我们一样要写个测试程式 这时候呢 我的A和B我就可以给很大 我A给这个多少 个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 千万六千万 六千万加上 三百七十八万九千六百二十一 的结果应该是 六千三百七十八万九千六百二十一 好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果 所以我们去monitor A和B的值 还有上 总和的输出 然后我们就看到 OK 那可是我们不想只做一次加法 我们想做多次一点 所以我每次呢 把B减掉一百万 这是一百万吗 OK 十万还一百万 个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 B每次减掉一百万 那B是378万 每次减掉一百万的话 减四次就会变负的 那我们到五百的时候 会做finish的动作就停 那我们一样用iColors去做 那你会看到这个模拟结果 这个模拟结果 A一直是六百万 B一开始是378万九千六百二十一 总和的结果是 六千三百七十八万九千六百二十一 这是对的 但是呢 B每次减掉一百万 所以呢 现在六千万 那B减了一百万 所以变成六千两百七十八万 然后再下一次又减一百万 就变六千一百七十八万 再下次又减一百万 B已经不到一百万 变六千零七十八万 再来呢 又减一百万 B就变负的 所以它加总不到六百万 变成减的 所以变成六百万 减掉这个 减掉这个 就是二十一万 零三百七十九块 那就变成 五百九十七万 五千九百七十八万 九千六百二十一 好 那这个是它的总和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结果 那这个结果我们验证 比你自己算起来 应该都对 因为六千万跟几百万 相加是很容易的 就是把后面的零 换掉就好 如果是减的话 是比较困难一点点 但是还是可以容易算出来 用比算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最后模拟出来的结果 看起来是正确的 这代表说我们的这个设计 就是用八个四位元的加把器 去组成 三十二位元加把器 是OK的 正确性的通 那这个程式呢 就请你也测试一下 所以我们把这一个 我先测试一遍 我把它剪下来 这里呢 我们 这里叫ADDER32.v 那我把它 然后被夹夹打开 然后呢 一样 跟刚刚执行的差不多 只是改成ADDER32 好那这样子我们会有一个ADDER32的档案 就用VVP去执行 好那你会看到 OK 6000万加378万9600SE 就6378万9600SE 是对的 后面应该都对 你可以试试看 好那所以现在又有一个 请各位试试看的东西 32位元的加把器